LEO聊世紀 天庭電話故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高密人對上朝鮮人 這一場比賽是漫遊戰士2的比賽 這場地圖是縣地圖 這個地圖開局是需要用御書船 讓自己的村民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 開下城鎮中心 所以其實有點吃運氣成分的地圖 可以看到MBL開局有點慢了 而且這場比賽MBL是對上Viper 兩位已經走到了2比2 誰只要贏下了這場比賽 誰就可以晉級了 Viper是在右下方這個地方開局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朝鮮的開局 經濟配置的特性 朝鮮人他的特色是挖石頭的速度比較快 而且他的弓兵有自己升級的效果 所以他很適合打弓兵路線 不管你是要打強奴花或戰毛兵火槍都是適合 馬弓部分不太適合的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品種的關係 用起來馬弓血量會差很多 而且後期也沒有安鮮人戰術 雖然這個不是很重要 朝鮮人他的馬弓路線還是比較適合走馬戰車這個單位 後期也有大弱馬可以去反制對方的僧侶 造想自己的投石車火炮還有馬戰車 整體來說是偏攻兵的文明 而且他這個文明也是有大槍兵的升級 所以遇到比較多複雜的情況的時候 朝鮮人還是可以透過槍兵配馬戰車或是大弱馬 這三個搭配去進行反擊的 朝鮮人比較有特色的東西是他的劍塔會隨著時代自己升級 而且銀罐點下之後可以讓他的劍塔的射程 變成射程最遠的劍塔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選擇的文明是高棉人 那高棉人的特色是他的農田 這個種田的一次元農田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不需要透過模仿或城鎮中心就可以solo 那高棉人他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 他可以打重裝騎士通常是他的主力 當然也可以走大象路線 現在精銳的毛相夫呢 只要是大象類的精銳都有抗招什麼效果 那高棉人的後勤也可以考慮打這個奴炮或是奴炮相作為主力 那他的弓兵路線也是可以走的 走這個馬弓啊強弩都是ok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封箭世代吧 那這場比賽結果我是沒有看 但是只知道是2比2喔 因為我在比賽的單下的時候就看到 喔2比2了最後一場不要看 然後就先去睡覺了喔 那接下來要來看到Viper跟MBL 是這兩邊呢會是誰獲得晉級的這個權利喔 那我覺得MBL對上Viper可以打到2比2也是相當頂喔 能打到2比2很不容易喔 好這裡是獻了一隻豬 那Viper這邊會不會因為自己選朝鮮打輸高免呢 因為我對於朝鮮人的印象來說 其實是蠻難駕馭的一個文明喔 雖然他劍塔可以升級喔 但是他其實沒有太多的經濟加成 還是要透過一些軍事手段或是控圖之類的 效果去獲得自己的優勢喔 那這張圖來說喔 他的黃金地帶是比較多的喔 所以你很難透過什麼劍塔去控圖 拿出自己的這個經濟優勢喔 你插他他就直接搬走就好 除非你左右開攻 兩邊劍塔都給他插好插滿 那這MBL也不是什麼新手等級的人物喔 他是非常頂尖的職業玩家 所以這個劍塔騷擾柳 能不能對MBL做成很好的效果 這就不知道了喔 好 Viper這邊是很正常的 捕魚模式 那MBL這邊很奇怪喔 這裡是沒有捕魚的喔 這就奇怪了 Viper應該很納悶 你的碼頭在哪 一直在繞一直在繞 現在Viper覺得 MBL沒捕魚 這個 是什麼情況 雖然以團戰的角度來看 高冕人確實 在一些情況上是不需要去 去捕魚的喔 那不管怎麼說 有捕魚喔 經濟就是比較好喔 那我個人覺得 不捕魚是一個蠻賭的事情 原來這個有捕魚跟沒捕魚的經濟差距喔 差的有點大喔 好 MBL這邊是要打支撐 Viper這邊已經升到了封建時代 支援量看起來是有機會 可以直接升城堡時代的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Viper這邊的經濟配置 補了一個軍營 這裡有可能是要補肉碼嗎 這樣補軍營的話 路線就會不太一樣了喔 好 但是 肉碼配兵工廠 有可能嗎 來看一下 Viper這邊的選擇 果然是肉碼 沒錯 後面呢 兵工廠 我在下面 OK 肉碼配兵工廠 那朝鮮是個工兵文明 走肉碼路線 如果就有點 違反人性的直覺思考 好 Viper這邊點下城堡時代 MBL這邊也點下城堡時代 由於MBL高冕人是不需要前置建築物 就可以升級時代的文明 所以可以看到 他這邊什麼都不用蓋 直接升級非常快速 但是 Viper的升級速度 卻跟MBL一樣 太扯了 Viper 那我們可以看到 有補魚的那一邊 經濟現在是領先了 大概700多的資源 而且 Viper在中間 又補了一個碼頭 把這個漁船 把他的經濟消費打好打滿喔 好 結果 MBL這邊本來想要偷渡兩隻村民過來 結果被看到選擇了原地折返 Viper這邊一隻肉碼出來 追著運輸船 看 村民回來了 本來想要搞點事情 可能是想要蓋個什麼馬舅之類的 或者是打弓箭手 前壓 或者是打這個他拿手的伸頭 投車戰術 當然MBL這個被偵查到了 決定直接遣返村民 村民沒有打算繼續 這隻村民沒有圍起來 可能要被抓掉了 Viper這邊直接讓兩隻肉碼展開 再往前走 但是高敏的村民可以躲到房子裡面 沒有問題 這就是高敏人 最厲害的地方 所以高敏人有時候 他其實是蠻適合團戰地圖 像什麼 有木之類的啊 或是一些奇怪的地圖的時候 高敏是有很強的可塑性喔 因為他可以適應很多情況 讓村民喔 直接躲到房子裡面 讓你在團戰的 被突襲的情況下 還可以自救喔 好 但是這個村民有機會躲到房子裡面嗎 MBL好像沒有看到 因為MBL現在在右邊肉碼也在輸出 三隻肉碼搞定了一村 現在是1比1的交換 那以走肉碼路線來看喔 MBL是有極大的優勢性的喔 VIPER則是比較弱勢一點 沒有品種血量就差很多喔 而且也沒有三公三房 這個碼呢 是比較弱一點 結果這個房子要被祭天了 哎呀 這一村要被放棄掉了 好但至少讓MBL的肉碼 沒有辦法繼續進攻了 MBL的三隻肉碼 成功拿下兩村 好 MIPER這邊是雙TC 先開農了 OK 那現在 MIPER肉碼 現在有點微妙 回家的話 可能做不到事情 一定要升七騎兵才行 但升青騎兵的話 也不一定打得贏MBL的肉碼 也品種一點下 就知道誰就是老大了 那現在看到MBL 是兩隻青騎兵 再看一下這個三隻肉碼的動靜 三隻肉碼繼續往下 MBL應該也很清楚 VIPER很喜歡3TC開農 所以這邊是不是在找他第三個城鎮中心呢 好應該是沒有預料到 他已經在下面開了 所以又回頭看了一下 或是早就已經預料到了 你就開吧 反正我要來投車你了 好結果這三隻村民 兩隻村民有一隻 沒有辦法逃進去 哇 本來要死兩村了 變成死一村 好 這裡一隻村民 過來散個農田 MIPER的肉碼看到 直接把村民放進去 好 工程器製造所 可以按第一台投石車囉 自然量已經可以按了 結果槍兵過來 直接要戳掉一隻馬 MBL這邊有點小小失誤 看到槍兵馬上轉了奴炮 好用肉碼把這個 肉碼給B推回去 好 好 MIPER現在經濟已經開打了 現在最頂尖的高手 使用的打法 還是 3TC 防守反擊 跟HERA一樣 頂尖高手 都是在用防守反擊 這一套的戰術去打的 那MBL自己沒有開TC的關係 所以一定要用這個奴炮 投車去進行 阻止對手 去把這個城鎮東西的經濟效益給蓋起來 好 再來就是可以挖石頭去插城堡 把這個城鎮東西給插掉 順便控制農田 好這也是反制防守反擊的一個好方法 那MBL這邊是選擇了不挖石頭的路線 這對於他後續的進攻 會有一大的時間壓力在 如果時間 MIPER做得越久 情況就對MBL越不利 畢竟他是三倍村民製造 但是MBL是只有單TC 所以這個城鎮中心經濟效率就會差很多很多 所以MBL這邊一定要想辦法給MIPER更大的壓力 但是MIPER好像沒有在管 你前面那個工程器製造所 明明有看到 但我就不管 我就繼續開TC 欸這太不尊重了吧 正常來說看到工程器製造所 都會下意識的煩 去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補這個投車反擊 但MIPER是直接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個 到底MIPER會不會被制裁呢 好但是MBL這裡是沒有選擇投石車的 那可能是有顧慮到MIPER這個文明是朝鮮 劍塔會自動升級 所以有可能覺得用衝車 可能效益會更好一點 畢竟衝車這個單位已經有提升能力了 好這裡MIPER轉了一個龜甲船登場 打掉了一台奴炮 好龜甲船的這個炮彈也變得比較能 開跑比較快一點 快一點 好這邊稍微圍一下 好這裡收村 劍塔 沒有辦法鎖住嗎 村民拉回去 後面奴炮 肉馬在對打 龜甲彈船 沒有軍事輸出 散開奴炮 被後面的龜甲船給吸引到 衝車要頂掉這一根劍塔了 MBL這一波壓力 gate很十足 後面補了一些軍營 那現在VIPER的想法 是要用大量的槍兵去解決MBL這邊的組成 那這邊奴炮就要先優先乾掉 好我們可以看到VIPER是用了城鎮中心 開始在射後方的弩炮 後面的尖塔趕快再來駐軍一下 讓村民可以增加一下 這裡 箭矢的數量 好城鎮中心 扛不住 衝車的傷害現在真的很高 好成功的換掉了兩台弩炮 VIPER後面村民還在收村 MBL還在攻 這一波沒有打算要停止 還在繼續 但是VIPER也被迫轉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頭車終於登場了 這裡沒有頭車真的沒有未來 所以偵察來說 要補工程器製造所才對 但是他卻沒補 這真的很奇怪喔 好我們起來 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果然守不住上一個 這個投石車 成功了擋住兩台衝車的 連續拆除箭塔 好VIPER現在正面已經為死 左邊的話雖然還沒有為死 在這邊可以再補一個 我就知道 這邊VIPER一定會需要一個穩定的石頭來源 才可以繼續用箭塔防守 回去去補城堡 好這邊看到洛馬過來 VIPER這邊 過去可能會來不及喔 回頭回頭 重裝長槍兵 終於點下了 後面的石牆蓋好 TC也補下 後面再補了一些房子 右邊開始撈魚 MBL這邊 城鎮中心 攻擊成功後 開始轉出了3TC 要跟VIPER對農了 但這時候對農的話 也不一定會打出優勢喔 我們可以看到經濟 已經落後了大約2800左右的支援量 VIPER可以說是經濟遙遙領先 支援量也是非常可怕 出名數更不用說了喔 77吋對上49吋 而且 這個TC再補下的話 依舊是4TC 還是領先MBL MBL應該都是有看在眼裡 你的城鎮中心的數量 總共是有5個了喔 那如果MBL這邊 真的想要跟VIPER打後期的話 那這邊 李銀當只要補下5TC 開始農 那MBL補下了3TC之後 沒有後續的 這個操作 反而是開始轉玩 火戰船 正在生產當中 現在這個僧侶 VIPER走過去 被擊殺 並繼續往前走 右邊這塊區域 沒有太多規模的打鬥了 MBL也沒打算 繼續出衝車 繼續頂 那就要來看一下VIPER後期 怎麼用朝鮮 打高綿喔 那高綿打朝鮮最大的優勢 或許就是他的 的 奴炮了 他的奴炮呢 是射程罪的奴炮文明喔 他的奴炮射程可以高達9點喔 天生加1點 再加上工程工程師 後期的重型奴炮 還可以用這個多重奴 增加這個奴炮的額外的一發奴炮傷害喔 所以這個奴炮呢 算是傷害中的霸主 傷害中的霸主 好 好這裡火戰船 要打這個龜甲船效果很不錯 喔這一波 龜甲船回頭打個幾炮 但是沒有辦法拿下兩艘 這龜甲船還是被燒掉了 好右邊MBL 還是要按了幾台衝車 現在VIPER開始要用箭塔進攻了 你不過來那我就要過去囉 那我們之前看到VIPER使用土耳其 土耳其的火炮塔攻城敵方城堡的畫面喔 不知道在這場比賽中 也會不會出現VIPER用箭塔 去攻擊人家的城堡 這個畫面喔 應該是不太可能喔 火炮塔可能還比較有用 工程來說的話 好那VIPER這個村民怎麼走的有點遠呢 直接飄向北方 靠兩隻村民 想要直接走到最裡面嗎 但是MBL有發現 拿了一隻女村民過去尾隨 好這裡箭塔也在慢慢改 這裡還在補弩炮 而不是衝車 VIPER補下了鎖推車 海戰的部分沒有打得很認真 龜甲船就是且按且珍惜 要稍微按一下 這裡造強火戰船有機會造強到 好 長長兵拉走 但是要自敵了嗎 哎呀沒有自敵戰船 直接變成VIPER的了 好這裡龜甲船 看到大量的戰船過來 趕快拉走 VIPER在右邊這個位置 補下了一根城堡 帝王時代也順利點下了 好這兩隻村民走到後方 可能是走錯的 VIPER居然拿起拳套 開始扁起村民 這三個女人的戰爭 誰輸誰贏呢 看來 VIPER的兩個女人輸了 MBL看到了 好那現在二級色也點下了 現在VIPER 劍塔方面 沒有再繼續往前補 補了一根城堡 用這個城堡去防守這邊 結果兩隻聖女池 就被火戰船給燒死 火腳戰船 現在火力很強大 好但是MBL也點下帝王時代 兩邊的經濟 還是落差的有點大 支援來到差距六千支援了 六千支援其實蠻多的了 那現在VIPER要繼續 往前走的話 還是要決定性 要打什麼兵種 那目前他的決定是要先打槍兵的升級 重裝長槍兵 待會再升到這個大槍兵的升級 那剛好朝鮮人打槍兵 跟毛兵都很適合 都有木材節免的這個效果 那後續看要繼續打火炮 還是馬戰車 這是可以後面再決定的事情 那以目前高免人來說 他的科技線是沒有辦法後期打勝率的 沒有硬殺技術就沒有辦法打馬戰車 好這裡火戰船 炸了一波 結果三艘龜甲船 好像快活了下來 哇靠 這個殘血活了下來 但是又有兩個爆破船來了 好這邊炸了一艘 第二艘應該也能拿下 欸結果殘血活了下來 來回了這邊地獄時代點下之後 化學跟增幣技術也補上了 MBL這邊城鎮中心補了第四個 但是資源量還是很吃緊 來回了這邊慢慢的把軍事建築物 開始往前補了 但是MBL並沒有太大的動作 也沒有在這裡補下城堡 要來應對即將要面對的問題 那MBL現在村民還在沒有轉出太多科技 二級馬卡也沒有點 二級弓也沒有點 瓶種也沒有點 所以這裡目測看起來 騎兵路線是不太可能 奴炮路線可能會更大一點 好那如果走奴炮路線的話 VIPER又會更好打了 我只要出火炮就可以壓制住你的奴炮 整體來說 VIPER是已經擋住了高免人 兩大力氣 一個是奴炮 一個叫做騎士跟大肉馬 我只要轉了槍兵還有火炮 這兩個東西都會被我counter到 就算你的高免有救贖師長 你的射程沒有印刷技術 火炮還是兵力遠 VIPER都已經規劃好這場比賽的勝利藍圖了 那MBL這邊打的算是沒什麼選擇 可以打 有人會說高免這時候轉大象呢 要打大象的話 也要有經濟轉得起才行 所以MBL這邊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肉給穩定下來 那VIPER這邊騷擾做的還是很到位啊 這邊槍兵跟馬戰車還是做到一些事情 經濟還是讓MBL受到一些死傷 左邊又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但是VIPER有補下新的劍塔在左邊 不要讓你農的這麼開心 VIPER在左邊右邊都有自己的眼線 在做這個控制地圖的操作 現在控制地圖來說 VIPER還是有用了 朝鮮的插塔的優勢 去進行控圖的打擊 那我們剛剛說到 VIPER真的要控下來的話 其實不太容易 要控的地方有點多 這個礦點要全部控下來 其實不太容易 除非MBL左邊完全放棄 那才有可能控得下來 但是現在不要說左邊了 現在右邊連MBL也都快要扛不住 好這塊金也被控下來 MBL獲得了黃金數量越來越少 好火炮再打個一下 生女直接倒光 剩下奴炮了 現在奴炮遇到火炮完全沒辦法 MBL這裡一定要閃個馬之類的 但現在轉馬一定會被牆壁給戳爛 MBL在左側補下了一根城鎮 好這個大型箭塔還在輸出 VIPER點下了三級的步兵鎧甲 VIPER的箭塔繼續升差 一層技術還沒有點下 要是這個科技讓VIPER給點下了 這個箭塔射程會非常的可怕 VIPER這邊打得很謹慎 輪炮戰船也有升級 現在是一個海陸協同進攻的策略 好左邊這根城堡能夠蓋起來嗎 大型箭塔把這根城堡的建造者 打到只剩下90% 還有10%沒蓋好 VIPER這邊還點下了重溪火戰船 MBL海鎮部分還沒有放棄 但是現在陸戰部分很難打 巨型投司機出來就被VIPER的火炮給擊殺 難道又要再一台了嗎 NBL有看到嗎 自己的城堡被打了 但是沒有石頭可以修怎麼辦 要買石頭嗎 好像來不及直接放棄了 NBL這裡補下了彈道學跟工兵彩甲 VIPER則是點下了造船員 科技越補越多 NBL難道要被VIPER的潮型給插死了嗎 好後續這裡五個箭塔 還在繼續 這個城堡蓋好了 這個城堡蓋好了 好上防三個火炮 繼續進攻 NBL看起來有點 難受 這個城堡如果再掉的話 可能就沒希望了 但是VIPER依舊沒有減緩他的工程進度 繼續往前走 VIPER還在GO 好 超險了 點下了金瑞 歸獎 贊存 還不是馬半車 真的只靠槍兵跟火炮 就把NBL打到這個程度了嗎 NBL這邊經濟還是有點落後 不太好 經濟還差了一萬五 左邊部分 巨型托斯基 稍微反擊 但是有火炮在後面 所以是先瞄準的火炮 但火炮應該還是會優先把這個城堡先給拆掉 但NBL現在沒有石頭 現在這個城堡修不起來 再來一炮 左邊城堡就要爆了 但是VIPER帶來右邊的槍兵也已經深入進去 正面的城堡也被拿下 NBL始終轉不出肉碼 跟縱光騎士還有大象都沒有辦法 經濟實在太差 這些他的關鍵兵力 現在要成型 依舊還有一段路要走 左邊的城堡被拿下 現在經濟越來越糟糕 這塊石頭沒了 NBL所有的石頭來源一切歸零了 現在就只能被NBL 被VIPER一直插塔嗎 N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了 這邊NBL也是祝福了VIPER 祝福他接下來的比賽繼續順利 這樣子算起來的話 NBL這次是打到了前幾強 前八強 好像是前八強左右吧 也算是很頂尖 畢竟有很多選手可能連晉級的機會都沒有 但NBL還是遇到了 這位世界冠軍等級人物 還打出了2比2的戰績 我個人私心還是希望VIPER會晉級 畢竟我是VIPER粉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VIPER這邊是拿到了磁鐵上的勝利 而且後面拿到了4勝5 那我覺得這邊左右開攻打的是真的非常好 建議塔這邊插A根 然後再繼續插到左邊NBL的經濟位置 右邊這邊再慢慢推進 那打的兵種就只是單純的槍兵跟火炮 就可以獲得如此大的效果 我覺得這對於一般人來說 是一個很難倒打的禁忌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助訂閱 我們等一下再見囉 各位掰掰